宜兰绿色博览会3月27号将在苏澳的吴老坑风景区登场 宜兰县邀请新北市政府成为宜兰绿博的火曼县市 特别规划了新北州 欢迎新北市民一起来郊游踏青 新北市长侯佑宜和宜兰县长林姿庙共同驻入火水 象征2021宜兰绿色博览会正式启动 2021宜兰绿色博览会已经开办将近20年 那绿色博览会是秉持着联合国有戏环境发展回目标 跟新北市在推动亚洲有机智能行销中心 以及友善器座大人民的方向是非常一致的 为了让整个永续环境的发展能够得到保育 所以有机农业以及我们的友善环境的器座 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来做 所以在绿色博览会当中有新北馆 新北馆把新北的有机农产品 以及在栽种的方式不施化学回料 让大家知道新北在推动SDGs的决心 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新北非常有名的茶叶 以及新北三宝 2021宜兰绿色博览会选在五老坑风景区举办 园区青山绿水风景秀丽 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郊游踏青 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邀请各位乡亲好朋友 对于我们的这些动物植物 而且我们的生态保育 而且环境的永续 还有减量缩带 而且对于我们周遭的环境 我们在地球的人都有这个义务责任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地球能够永续的发展 这次邀请新北成为宜兰绿博览会的伙伴县市 特别规划了3月27到4月2号的新北州 新北市民只要持身份证明文件 一律比照宜兰县民 只要100元就能入场 记者方健凯 新北市采访报导